嗨,大家好,我是米奇奥克斯 今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我的天哪,我真想坐在车里马上进去 那这两天呢,这个特斯拉的软件又升级了 那升级完之后呢,它带了一款全新的游戏 这游戏啊,说实话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 那后来想着一下我拍特斯拉这么多视频 好像没有一期说专门讲过游戏的 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呢,有一期视频说 我们以后有机会聊一聊 其实大家不知道啊,我在车里啊,经常放着一东西 这东西大家猜一猜 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一个游戏手柄 这个呢,是我在那个微软的官方店进去啊 直接买了一个红色限定款 我呢,就一直扔在车里了 那这个东西呢,连着一根线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特斯拉专用的这根线 就非常好 说白了,其实现在市面上能够 在车里玩游戏的,就通过车机系统 那数了数了好像只有特斯拉可以真正异上玩游戏 那么他们玩游戏的效果 用手柄的话呢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来试试 好,在说游戏之前呢,先说这个升级 升级之后呢,带了一个新游戏 然后呢,这个防撞系统呢,也稍微增加了一些 另外呢,做了一些系统上的调整 说白了就是更加稳定更加安全 这个不是重点,说了也没用 大家伙就是不用管这些软件 我们今天呢,就看看游戏 在我们开玩之前啊,要跟大家说两句 这个玩游戏的功能为什么会出现在特斯拉车身上呢 是因为它的系统,机能比较强 它的运算能力比较强 所以干嘛啊,不把这个大屏幕利用起来呢 平时的话,我们在驻车模式下呢 看看电影玩游戏上 是因为啊,现在的超中战 因为我们毕竟是电车嘛 我们很多时候啊,开车的时候是非常讨厌等人的 但是呢,平时我们开车 比如说找车备,或者怎么着 你等人的这个几率非常大 或者说你等在车里这个时间段非常多 所以呢,把车里啊,变成一个娱乐中心 我觉得呢,也是挺不错的 我们今天用到的配件呢 就是Xbox的一个手柄 当然特斯拉的汽车呢,支持挺多手柄的 但是最好呢,是有线手柄 因为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线呢 连接到我们中控台前面的两个位置 因为现在的新款的Model 3,Model Y 甚至未来的新款都用的是最新的接口 就是USB Type-C的接口 那我呢,正好就是 我用了一个专用的线 这个线呢,是正好可以连接这个Xbox的 所以呢,在全部设置好之后 连接好,就直接可以开玩了 我们先看看现在这个最新的系统 支持游戏手柄的游戏有哪些 好,我们现在新的版本 2021.12.25.7 新增的啊,两个重要功能啊 第一个啊,就是新增了语言支持 很多人问,它有没有俄语什么的 未来的语言支持怎么样啊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升级之后呢 是可以增加新的语言的 然后呢,我这个游戏呢 就是傲气雄鹰啊 是我今天想录制视频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因为它是我特别期待的游戏 然后我们打开娱乐 我们看一下有几个支持手柄控制的 那第一个当然是傲气雄鹰可以 然后还有这个斗恶龙也支持控制器 同时呢,这个啊 Comphead就是茶杯头也支持 甚至可以支持两个人玩游戏 然后呢,这个赛车游戏啊 除了支持我们的方向盘以外呢 也是支持手柄的 当然我觉得啊 我们今天可以先试试这个Comphead 来,我们进入到游戏当中感受一下 这个现在的感觉啊 就像有点 那个在汽车里玩主机游戏了 因为最近这两天呢 我在家一直玩 好,游戏开始了 这有点是当年那个动漫的感觉 是不是 这早期呢 70年代,80年代 美国那个动画片的 然后这边呢,开始教程 按一下A直接开始教程 那这游戏是刚开始玩 加载速度呢 还行啊 我觉得还行 毕竟这游戏呢 直接按跳 跳上来 N-Wash-就是按跳 冲击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非常的好用 然后 我觉得还 有点那意思了 有点那意思了 非常灵敏 我觉得这个几乎没有延迟 毕竟咱是有限的啊 还有大招呢,你看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已经像是在游戏机上玩了 关键是这个操作熟练度非常舒服 直接出去啊 我们过完这个普通关之后呢 我们直接继续 哇,这天哪 我真觉得这就是在 这就是在家里 坐在家里玩游戏 虽然说这游戏画面并没有那么夸张 这个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操作起来非常的顺 非常的顺 并没有任何说不顺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再换个游戏 我今天最期待的时刻来了 就是玩傲气雄鹰 傲气雄鹰呢 需要下载游戏更新啊 这个呢我们平时啊 就是打开手机 连接WiFi 打开WiFi设置 打开 然后呢一般来说呢 是把我们手机的热点打开啊 这个东西呢 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我们手机热点 之后呢 我们就在右上角这块啊 点开之后 你看连到我手机里去了 下载游戏更新 我们这个呢稍微等一下呢 就能开始直接玩了 我还是蛮期待的 然后正在下载中 然后现在呢 傲气雄鹰呢 在更新完游戏之后呢 我们开始游戏 接下来就是游戏手柄时刻 那这个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呢 这傲气雄鹰啊 还 还是这个半个屏幕呢 我们呢可以调整成全屏幕 点一下这个按键就可以了 点完之后直接进入到全屏幕 可以看到在升级完系统之后呢 我们这个系统啊玩游戏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调整啊 我们看这效果 哎呦我天呐 各位啊还真别说啊 这3D效果还不错啊 是吧 来我们直接开始吧 来游戏开始 哎呦我天呐我现在玩着了啊 喝 哇这个在车里这个震感是相当不错 我把这个游戏的声音调低一点 哇可以可以啊 这个完全可以的啊 这操纵感是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非常灵敏啊 也许是这个手柄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有没有大招 好 哇这边是中文显示各位 你看对我们 我们中国的游戏玩家是很友好的 好我们继续 哇天呐真的是有点这个 在车里玩电动的感觉啊 哇 喝 可以 各位啊真是不是吹牛啊 真是不错 游戏的音效呢 经过这个汽车的音效的加持呢 我觉得这效果是非常出众的 来这第一关大boss 我们打完之后就可以结束了 噢 no 哇这画面效果没得说啊 可以的 特别像这个iPad玩游戏啊 突然说 哇哇哇哇哇哇 哎呀 直接挂了 直接挂了 这可能就是游戏的一个什么 游戏的一个开端 它必须必须挂 这个时候呢才开始 我们看一下有选项 语言可以支持很多种 英语啊 韩语啊 当然我们有简体中文 然后我们直接点开始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效果呢是非常棒的 真的像主机游戏了 哦 点开始 我们选择 选择关卡吧 啊 选第一关 然后点下一步 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这个手柄操作的啊 还可以购买升级装备什么的 大家感受了这画面啊 自己感受一下 我们直接点开始 哇哦 哎呀 这 这武器有点寒散啊 好 哎呦这武器怎么就一个小激光啊 这个 哎好了我觉得啊 今天我们大致就可以玩到这了 只要告诉大家 在特斯拉里玩游戏 你还别说 音响效果啊 上乘 游戏的操纵感觉和他的反馈速度 啊就是说响应速度 都是一流的跟那个 我们平时在家里玩的普通的比如说 PN3PN4还是有点类似的啊 当然希望未来这个游戏越来越多 这是我想说的跟大家哈 啊真得说啊 这个特斯拉改变我的生活还是蛮大的 谁能想到像我这种宅男呢 以后说实话 除了在家里宅有可能在车里宅一宅 因为这游戏系统啊 我当时没想到这个画面是这样的 当然大家想象一下 model s跟model x的那个ps5性能的 我真特别怕他那个 支持游戏 知识特别好 真的让很多小孩或未成年人 或者说大人啊 车主真的没事把车往那一停 就在车里玩 为什么在车里玩很舒服 非常凉快 对吧 空调系统什么都非常舒服 想去哪 再去哪 就往上说 饿了之后开车 直接一脚油门到那 餐厅 直接吃饭 我突然间觉得啊 这特斯拉以后可以真的可以出个房车了 对了 那个特斯拉那个cybertruck 就是那电动卡车 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移动的房车 期待吧 期待未来特斯拉系统升级之后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游戏 另外其实这个系统升级完之后 还是有改变的啊 比如说就在这界面上啊 之前按下这个之后呢 整个这界面呢 现在是缩短了 之前是通话在这儿啊 通话在这个位置 现在它在界面上呢 也有所调整 我觉得流畅度是更好的 但是呢 我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就是剧场 就是剧场里边这些 依旧啊 是 点进去之后就是一网页 特别难受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 特斯拉专用的影音播放系统 这个是我期待最大的改变 就是以后在车里 玩户戏现在很方便 是吧 那什么时候能看电影的响应速度 非常快呢 而不像现在依旧是用的网页的载体 我希望啊 就是特斯拉以后啊 跟这个各大的影音平台说说 给我们特斯拉出一个定制款 行不行啊 我相信那个事情一出来啊 很多人看电视 都会坐在车里看 好了 这就是本集展示特斯拉新系统 然后以游戏为主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关注点个赞 以后呢 期待更多好玩的视频 好 我们下期视频接着再见 我是米奇沃克斯 拜拜 哎呦 蚊子 哎呀 字幕给缨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